帖子们,你们见过落汤鸭吗? 今天洗完澡才突然发现我的鸭子不防水了 这都已经拿吹风吹了半个钟头了,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是咋回事啊,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 难道是不分泌鸭油了? 可是看他们的精神状态,进食情况,包括粪便的状况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呀 看起来属实是有点可怜,来摸摸脑袋瓜子 所以说家里宠物多的真的不好出远门 我就出去了半个月,然后委托我爸帮忙照顾一下 结果就是空气凤梨干尖了,多肉土长了,鸭子不防水了 你们看鸭鸭的这个表情,就感觉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难道我爸当着他俩的面吃烤鸭了? 鸭鸭现在已经没事了 医生说是太阳晒的太少了才会这样 所以给他开了一个疗程的日光浴 最近一有空就带着他晒太阳 没辙,必须得抱着 因为一放下就满地拉屎 食玩视跡 食玩��세요 食玩 吃 月 好